你現在聽的是元網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哎呀你輪轉天來 風濕骨痛好辛苦呀 奶奶我剛剛買了一個 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寧精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了 哇這麼好呀 那就買多個分享給姨婆吧 太空小寧精 可以在陸創意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歡迎收聽元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Della 今天會繼續和袁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醫療資訊 和最新的發現 讓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樂的人生 Hello 袁先生 你好 Della 你好 大家好 袁先生 我相信很多聽眾都聽過 用水療的方法 尤其是在自然醫療裡面 都用很多關於醫療方法 上一輯你幫我們介紹過 滿腸水療 也聽過有一種叫做體質水療 可不可以詳細解釋給觀眾聽聽 相信大家都聽過水療 有很多水療 神經何時 香港也有很多上海的浴室 現在香港也有 當然深圳有很多 很大型的設備很豪華 很多時候香港人去日本浸溫泉 對 其實某個程度上 水療其實很多人都認識 看它是如何運作 當然我們也聽過 原來霍英東在1983年 大病之後 他就開始用一種 用水療的補健方法 他就是用什麼呢 用凍熱的水溫來做治療 是 是 是 香港我相信 有些漂亮的浴室 都會有一個很熱的熱水池 還有一些比較冷的冷水池 不是一種室溫的 是比較冷一點 再加上一般正常的溫度熱的 那目的呢 都是給這些人 可以浸一下冷 浸一下熱 浸一下冷 浸一下熱 那目的是怎樣呢 其實呢 如果大家有機會 試一下 就 譬如拿些很冷的水 來沖那個水 就是沖的手 來洗手 但是香港很冷的水 都很難找的 是 是 那你發現了之後 最初當然覺得很冷很冷 是 但是跟著呢 手就發滾的 很輕的 是 是 這是一種水的特性來的 就是水有本身的 它可以儲熱 是吧 亦都可以儲凍 是 那水呢 亦都有一個本身的重量 是 所以很多時候呢 我們就利用這些水的特性 就是儲溫的 儲熱主動的特性 和水的本身那個 那個重量的體積呢 是做很多些 就是有些似乎在物理方面的治療 嗯 那有些人會去那些 大那些浴室呢 有些噴水的設施 那你站在那裡 那些水呢 就噴在你的背部 腰啊 那樣的樣子 或者呢 你睡在那個床上面 上面有些花灑 這樣打落 這樣淋下來的 嗯 就是做一個按摩的作用 那些都是一種 是一種物理的按摩的作用 那當然啦 我們過去呢 都經常跟大家 即是分享啦 那就是啊 當小朋友 或者當人有發燒的時候 那很多人都想著呢 就哎 浸浴浴 浸凍水啦 是吧 那但是呢 我們自然醫療的角度 和療法的理念之下呢 其實呢 就不要拿凍去到醫發燒的 應該拿回熱 那道理很簡單的 如果你是用凍水 或者凍毛巾去敷發燒的病人呢 那當然啦 他覺得熱不舒服 那你即時涼快的毛巾 他覺得他會舒服的 嗯 但問題呢 凍的毛巾 凍的水呢 是會令到你的那個 那個毛骨 即是毛骨是更加收縮的 是吧 那你這樣收縮了之後呢 那當然啦 你那個凍毛巾 凍水 那你即時就感覺涼快啦 就好像覺得沒那麼熱啦 但因為你的那個毛管呢 是收縮了之後呢 你的身體那些熱力呢 是更加散不到的 嗯 那很多時候你看 知道呢 用這些這樣的手法去處理發燒呢 結果呢 是得不常失的 結果呢 沒多久呢 你的燒油就彈了出來 那但是始終有些人呢 是正確上呢 熱啊 就用冷來冷去吧 是呀是呀 但是呢 身體那個 有它本身的反應呢 是配合不到的 嗯 所以正確的 處理那個發燒呢 其實呢 我們在過去呢 就一直呢 都跟大家分享過很多次了 其實呢 是用熱 用熱來到醫療那個發燒 就不是用冷 那好了 那怎樣做法呢 我已經有一個很詳細的了 那 通常呢 我們呢 就會 用病人呢 先浸在一個 華氏106度的熱水 是 那當然最好就買一個 那些浴缸 用那些 溫度計 溫度計 因為你就這樣呢 你拿 即是你就這樣 就想不到的了 好了 那 那 在半分鐘之後呢 將那些水溫呢 慢慢再升 是 加熱加到110度 嗯 維持適當的時間呢 其間呢 用那個 口含的溫度計呢 就看看那個體溫去到哪裏 是 最緊要呢 就不要令到體溫超過104.6度 嗯 你記住 其實呢 我在外面的熱呢 是將你的發燒的病人的體溫呢 是更加加距的 嗯 到104.6度 嗯 那麥博呢 如果是超過150度 那就要停止的了 是 即是不可以超過這件事 為什麼呢 因為我發現103度的體溫呢 我們的身體的白血球呢 是最活躍的 是 即是它最活躍的 即是 跟你打殺菌啊 侵食那些病毒的能力是最強的 所以呢 我們往往呢 在遇到發燒的時候呢 其實發燒是為什麼會出現呢 因為身體呢 是有 有感染 或者有 有問題 身體呢 就要加強那個新陳代謝 加速的新陳代謝呢 來處理它 那好了 那當然呢 溫度越高呢 我們的生化活動呢 是增加的 嗯 通常來說呢 我們溫度高10度呢 我們的新陳代謝呢 是雙倍的 壞了很多的 嗯 所以呢 我們身體呢 是為什麼呢 就是 自己知道呢 是有病是要發燒 嗯 發燒才能夠幫我們醫病的 不是呢 就是 然後是動身體的 嗯 那你最主要明白這個道理呢 那我們呢 就反而呢 是用熱來到煙熱 嗯 OK 熱來到煙熱 那我們都看那個 當然呢 如果你處理的是小朋友 很小個的 譬如0到3歲 那開始時的水溫是106度的 那半分鐘之後呢 加到110度 那浸浴浸3分鐘就可以了 嗯 就是你刺一刺激它 身體就可以夠了 那就可以拿出來抹乾它 如果4到7歲的小朋友呢 開始的溫度都是華視106度 那半分鐘之後呢 就加熱加到110度 浸來一點了 可以浸7分鐘了 是 8歲到12歲的小朋友呢 又是氣溫都是106度 增加110度 浸來一點 浸12分鐘 13至19歲的人呢 106度開始 半分鐘升到110度 浸來一點 13至19度 那再大人20歲以上呢 可以浸20分鐘的 嗯 這個是一個正確對付發燒的水療法 嗯 很可惜 我經常呢 希望呢 香港的病人呢 有機會好用這個方法 但是你知道香港呢 很多人家裡是沒有浴缸的 是的 很可惜 是 甚至乎有些人呢 是本來有浴缸 都強行出去拆掉它 那這個就真的很可惜 因為呢 我們可以利用浴缸去浸浴的方法呢 其實很多病都可以治得到的 嗯 那當然呢 如果家裡還有浴缸 還有浴缸呢 那個水溫呢 是增加 那跟著呢 就飲熱水 那很快呢 你就會出汗 那一出汗呢 那你的溫度就不能消 要發燒就消不了了 是的 OK 那這個是一個很好的方法來的 但是我們今天呢 就想介紹另外一個工具 是的 那這個工具呢 就跟我們一般所認識的方法呢 是很不同的 那這個呢 我們叫做 體質水療 嗯 體質水療 那這個工具呢 是我在大學 在醫學院那裡 是學回來的 那原來呢 在美國的醫學界呢 自然療法醫學界呢 在30年代呢 有一位醫生 叫做Dr. O.G. Carroll 那他可以說呢 是美國的第一代的自然療法醫生來的 那他呢 在三年現代呢 就是用 就是 研究了全世界 各地的水療方法 那當時有很多時候 用濕毛巾包 即包著身體啊 有些拿 拿冷水噴的身體不同步行 其實是很仔細的 很講究的 是的 總而真的 很多的水療中心呢 是有很多的步驟呢 是要醫治很多很多病的 好了 但是他發明錯了 這個體質水療呢 就不是叫你去浸浴 那麽簡單 不需要拿些大缸的水啊 要SPA 不用的 在我一般的診所呢 我都可以做得到的 那通常呢 我們先聽一聽病人的心臟啊 腹部的聲音啊 啊 體溫和尿液 那麽呢 就跟著呢 我們就開始呢 就用那個 很熱和冷的毛巾呢 是交替呢 放在病人的身體上面的 那通常呢 我們第一部分呢 就是用熱毛巾 用那個 用熱毛巾 用熱毛巾 很熱的毛巾呢 就放在心胸部 OK 那五分鐘之後呢 就立刻呢 又把熱毛巾呢 變成一個冰凍的毛巾 又十分鐘 OK 那 先做胸部 跟著呢 在背部呢 是做了那個 那個背部的 是 那這個呢 就是反覆 由熱 凍 來做的 好了 那我們同時呢 我們都會用一個 一個德國的光療機呢 就接駁在人的病人身上 那我們都用它那個 身體的尿液 就放在那個儀器那裏 那裏 身體的液體 身體有不同的頻率的 那這個儀器呢 就將你身體的尿液 身體的頻率呢 是將它呢 射回到身體 利用這個 德國的光療機呢 射回到身體呢 來進行一種頻率上的調教 那當然呢 這架的光療機呢 都很貴的 那時候我德國買了 十萬元一架的 那它呢 是視乎呢 有不同的顏色去治療的 那譬如呢 你可以用紅色 紅色去治療什麼呢 貧血啊 感冒啊 那個身腱的障礙 橙色呢 可以治療關節炎 肝病 和腎病的 黃色呢 可以治療關節炎 肝炎 是黃膽病的 綠色呢 可以治療腫瘤 心臟病 心腳痛的 青色呢 可以治療症 烤痠 發燒 藍色呢 可以治療症 燒傷和咳嗽 紫色呢 就治療痛和精神病 這類的問題 就是呢 在早期呢 我們不是這麼依賴特效藥的時候呢 其實我們有很多這些光療的工具 效果是非常之高的 但當然呢 是比較上呢 是比較麻煩去做的 這個是我們那個 早期呢 是美國的那個自然療法醫生呢 是O.G. Carroll的 好了 那我們就隨多熱凍 熱凍 跟著呢 是同時呢 就有光療肌 處理 那最後呢 我們就用什麼呢 就用我的太空小玄精 大家都聽過了 那太空小玄精 是一個神經協調的工具來的 那我們就用它背部呢 腹部呢 背部呢 在那個穴位那裡呢 就幫它進行這個小玄精的調理的了 那這個呢 就會調理你的神經系統 那你跟著呢 整個人的體質呢 就會改善了 會改好的 好了 那我曾經所說呢 Dr. O.G. Carroll是三零年代 三零年代的 一位自然療法醫生 那所以他做過很多很多這方面的科學的研究 那他當時呢 我在美國呢 曾經去拜訪另外一位自然療法醫生 那他爸爸呢 就是跟O.G. Carroll學的 嗯 那他爸爸呢 就診所呢 就是做很多這些的 有成好像三張床呢 好像五張床呢 就是所有病人呢 都是呢 各個都要做體質水料的 嗯 然後呢 他就會用一些簡單一些的草藥 那O.G. Carroll的研發草藥呢 通常呢 是調理腸臟的 嗯 就是我們現在呢 我們最近已經知道了 其實很多病人呢 都是在腸裡面 你想想說 差不多幾十年前 八十年前呢 其實那個自然療法醫生已經知道了 嗯 那你看到那些 他們配的那些草藥 很簡單的 嗯 那發現呢 很多都是開胃啊 清洗腸胃啊 那這樣 那清了之後 對我體質水料 那跟著呢 就看看那個病人呢 有沒有那些 所有食物敏感的問題了 嗯 那他呢 那時候我去到呢 那個醫生呢 那個是第二代的醫生 Dr. Dick 那他的女兒呢 就折替了 因為Dr. Dick 就適合我身的 那他女兒呢 就是跟我 可以說我們那輩子 是第三方 那他就示範給我看 所以呢 就用那個皮膚的磨擦呢 就看我們身體的食物敏感 那如果是食物敏感呢 你就要戒除了它這樣 嗯 所以一個很簡單的自然療法 那加上體質水療 那他說呢 所有病人都會做體質水療 而百分之五十的療效呢 就在體質水療那裡得到回來的 嗯 那體質水療到底有什麼的作用呢 可以特別處理 是的 有什麼幫助呢 那第一呢 就會增加血液和淋巴的養份的循環 是不是 因為凍而凍而 你知道呢 大家浸的水是凍而 都水了 就是手會很興 第二 就促進消化食物和滋養的細胞 第三呢 是增進體內養化和排毒的作用 第四呢 就鞏固全身身體全面的防禦的機能 那沒事的 這個血液循環裡面有白血球的嘛 是白血球運作得多些的 這樣 協助回復神經系統的平衡 那這個呢 就是那個 就是在那個體質水療呢 是達到的作用的 那好了 那 這些作用之下呢 其實可以處理些什麼病呢 是的 實際些可以處理些什麼問題的病呢 沒錯 經過這麼多六十幾年來的成功應用 他發現呢 是體質水療可以醫很多病 消化系統的問題 嗯 譬如消化不良 局部性的回腸炎 即crone disease 溃揚性的結腸炎 過敏性的輻射 irritubal病的類 消化系統 呼吸系統呢 譬如慢性哮喘 肢氣管炎 胸膜炎 傳染性的病 雙風流行感冒 淋巴管炎 女性生殖的問題 包括經前症候群 經痛和不育 我們用在很多孕婦 嗯 是 早年的自然療法醫生在美國呢 是很多時候呢 是做為折生的 那當然呢 他們用自然的方法折生 那他們通常呢 為孕婦呢 就先做很多這些體質的條理 那體質水療是其中一個 常用的問題 好了 那還有是循環系統的問題 譬如植物曲張啊 痴瘡啊 對清性的繪壞 就是我叫Rainas Deceit 就是血液的問題呢 導致皮膚繪爛的 高血壓這些問題 那接著免疫系統的問題呢 譬如癌症 環境引發的敏感 敏感性的鼻炎 那其他一些就 譬如關節炎啊 糖尿病啊 情緒抑鬱啊 痴肥啊 濕神啊 都是可以的 都是可以用這個 很簡單的方法 那 那在過程裡面呢 通常都不會有不舒服的 但是也都曾經呢 最近都 有些病人呢 會覺得 突然之間有少少暈的感覺 那原因就是 因為那個血液循環推動得厲害 是 那這個呢 那這位病人 我記得早期呢 他就有些出現 那再看看他呢 原來血壓很低 嗯 那接著做了一兩三次之後呢 他血壓就正常回來了 那他緩緩那種感覺呢 就已經沒有什麼了 那所以呢 這個是一種叫做 簡單的體質水療啦 那我們用的大概需要安排一個 一個小時的時間 去處理 那所以呢 這個是一個 一個是歷史悠久 三年代已經設立了的 那在我們的大康治療健康中心呢 我們過去用得比較多的 是啊 以往呢 我們都是有很多的病人 那些就是好像剛才說過呢 很多的小朋友發燒呢 那些家長一聽到小朋友發燒呢 通常都會比較緊張的 那但是都明白到那個原理 為什麼那個小朋友呢 會發燒 就是身體裡面有些事情 是需要他要去處理的 那所以呢 那些人很多時候都會帶他來做個體質水療 那樣的樣子 很多時候他們都是說 連續做了兩天啦 兩次之後呢 那個小朋友就 一來做完第一次已經發燒 已經是退了啦 然後再做多一次之後呢 其實就已經是龍精虎猛了 然後之後也都很多時候 那個回應回來 就說他們那個身體 一路一路健康了的 沒有好像還未做之前 那麼容易患病啊 或者很容易被人感染到啊 那些事情 那就是他們體質好 知道嗎 我們早年呢 我們記得呢 我們都很多的小朋友呢 在暑假放假的時候 是 一個禮拜是四兩三次 遊樂場這樣 有很多的小朋友在做的 那因為呢 他們通常呢 以前呢 這些小朋友呢 經常病的啊 經常傷風感冒啊 都是很多敏感的問題 那他們做了 趁了暑假啦 就是放假的時候呢 是 做得密一點啦 沒錯 因為平時香港的小朋友 除了上學呢 很多節目的 很多補賣補賣補賣 所以呢 暫時抽不到時間的 那發現呢 他們在暑假做了一輪之後呢 那以後呢 都很少見他們的 我現在有時候 看回那些小朋友呢 是他寶寶仔 那時候看的 現在見回他們 他已經大學生發覺了 是 我記得你有一個 有一個很特別的個案,就是一個男生 爸爸媽媽帶他來的時候,其實應該是三四歲左右 初初我們都不知道,因為是病人私隱 我們不太了解,就像你所說 他在暑假的時候,就靠外公外婆帶他來做體質水療 初初那時候很頑皮 原來你才跟我們分享,這個小朋友是無端端是瘀了 還要在頸、位置 初初我們就想著,這個小朋友當然這麼頑皮,自己撞 原來你說不是,他的先鮮性可能是血液循環上有些問題 在動物等都會有一大大瘀了 他父母真的很有恒生、悉心 暑假做得密,平時上學的時間就是星期六來做一次 他做了一輪之後,就一直是開心快樂成長 現在已經是大學畢業了,好像是一位律師 所以這些好像是一些改善體質的醫療方法 其實他對於小朋友在成長過程之中,可以很大大的幫助 但相對去,好像我們之前,袁醫生跟我們分享過的 在健康旅程的時候 無論在哪一級樓梯,你做的事情都一定是持續性 一定會達到高峰最愉快的地方 那個級數 好,今天謝謝袁醫生跟我們分享了 一個自然醫療的工具 今天的時間都差不多了 如果各位有急切性的問題 可以打以下這個電話,跟袁醫生會診 電話是25773798 海外的聽眾也可以透過Skype 跟袁醫生做一個網上的會診 可以E-mail去 cs.naturalhealing.com.hk 如果想重溫我們的節目,可以上我們的網址 ww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YouTube搜尋自然療法語力 就可以聽我們的節目了 今天謝謝你,袁醫生,拜拜! 拜拜,多謝大家收聽